我只知道风筝叫纸鸳 风筝和中国的纸飞机 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在这里我可以说 纸飞机的真正学名叫什么呢 叫自主动力 空气动力学物理模型 这种材质是一种 我们独立研发的一种 帅不快 掰不断的一种特殊的航空纸 比如说 这是我做的三架大的纸飞机 中间这架昆龙 这架飞机是我们国家 大飞机三舰客之一 殲-15 这个是首次在我们国家 第一艘航母上 成功降落的飞机 因为它没有入役 涂的是黄颜色 然后正式入役的时候 涂的是海军的空游灰 这都能飞吗 这都能飞 这个是一个海豚 这个是海豚 这个是一个 开关 飞鱼 飞鱼 这个是 花里糕子 我们大联会话叫 霸鱼 霸鱼 霸鱼饺子 霸鱼饺子 这个是偏口鱼 这个是有动力的飞机 这个是C919 那您跟我们说说 像这种鱼怎么飞呢 就这一片 对 咱们玩纸飞机 是不是要么拿手抛 要么拿皮鱼弹 对 要么用电击 我可不可以让这架飞机 永远不落地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可以 哦 它是山 它是轻气的 对 山 王老师 我在山的时候会产生风 对不对 对 那么我推的时候也会产生风 是不是 对 它就使这个纸飞机悬浮起来 我看一下 这个海鱼 真的假的 一二三 走 哇 我可以一起走 它可以一起走 哈哈 咦 咱们可以去试啊 来 大正伟 咱个来配合一下 吃上风啊 三二一 走 哎 这个好难啊 这个好难啊 你看我这个啊 看我的要领啊 这个板子 首先你要四十五度角 四十五度角 飞的时候呢 你往前走 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这翅膀吃上风了以后 它就下伤抖动一下 就可以松手 咱们做一个接力 你来一下啊 好 拿着板 快走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可以 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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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大晃了 rival